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回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mit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CSS的常用写法 CSS有很多的常用写法 对不对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 看如何学习 怎么生成它 知识点 大家请看 下面这些就是CSS的常用写法 乍一看有点懵 Pore这都什么意思 没关系 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部分呢 就是这些个 看起来非常不懂的常用写法 咱们看看这个Emit 是给咱们怎么生成展开的 好试一下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首先说 Pore什么意思 在CSS当中 有一个position 等于相对位置的写法 该怎么写 position 冒号 relective 这我都拼不好 为什么 单词比较长 那么咱们如果用Emit 该怎么生成呢 直接敲 注意看 Pore E E回车 Go Pore position 然后呢 relective 相对位置 对不对 一般这些单词 你必须得通过 咱们ID编辑器的里面 辅助生成功能 否则咱们敲英语 肯定容易敲错 美国人他也容易敲错 何况咱们不是美国人的 对不对 好啊 再来啊 这个是生成相对文字 在接下 咱们生成绝对位置 该怎么敲 是什么 PoS 什么意思 绝对位置 Absolute 回车 你看 咱们母语不是英文 咱们敲这个 万一敲错的话 是不是代码调试 也会出现问题呢 所以说 用苏利语的方式 咱们单词肯定敲不错 极力推荐 极力推荐给英文 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还要做这个 网页开发的朋友 接下来 D冒号N 是什么意思 咱们想象一下 D是什么 D的话 在CS当中 一般我能想到的 就是 Display 对 就是Display 是什么 D冒号N 什么意思 它已经出来了 不显示 Display等于None 对吧 比如说 有朋友说 我不 我们那个开发过程中 不要不光用None 我想用这个Block 行不行 咱们D冒号 同理可以想象 直接敲B 大家请看 Display Block出来了 我们不要这个Block 我们要音乐 D冒号I 音乐出来了 你还要什么 在这实践敲 它都支持 没有问题 接下来 OA OA什么意思 Overflow 对不对 试一下 OA等于H 是A OA等于H 我怎么老敲多 从来变 键盘 也真不行 等于H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Overflow 等于Hidden 这叫Hidden 就说什么 不滚动 隐藏 隐藏滚动条 对吧 我们不用这个 我们用X 我们不用X 我们用Scroll 行不行 大家请看 OA冒号S 不用Scroll 一挥车出来了 OA冒号X 一挥车出来了 好吧 我这个地方 今天是给您举一个例子 您可以直接敲冒号扩展 没有问题 有CSI基础朋友 自会了解 后面这个Option 都能敲什么 非常的简单 再接下来 光标 比如说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按钮 当用户的光标 鼠标 移上来之后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手型 变成一个针型 该怎么做 需要设置这个光标的属性 怎么设置 Cursor 冒号 然后跟咱们的属性 比如说 P Pinter Cursor 冒号 比如说 Hand 没问题吧 Cursor 冒号 刚才的H Hare 都可以生成 具体说 我这个冒号 后面这个字母 跟什么 这个是CSS的知识 有兴趣 朋友们可以查一下 CSS的字典 好 再接下来 大家看 又出现一个新的 咱们看不懂的了 TA TA是什么 TA在咱们的样式单是什么 敲敲试试看 TA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Test Align 对 文本对齐 TA冒号 然后跟一个L 就是Live的 TA冒号 跟C 就是Center TA冒号 跟R 就是Right 非常方便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FW FW是什么 对 字体的权重 FW 冒号 然后敲什么 比如说 我们这个字体 一般都是想加粗 一般的就是B Bold 对吧 咱们敲FW 冒号 B跟B 回车 Bold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N是什么 Normal 对吧 然后您所要的 所有的选项 这个地方都能够设置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最后一个 咱们设完了字体的权重 该要设什么 字号 对不对 咱们设FZ Fund 一回车 出来了 然后咱们在这挑 字号 没有问题吧 就跑XP了 PX 那么咱们直接叫XZ 再加字号的话 就能够给咱们动态 生成各种各样的字号 够 动态生成出来了 另外 还有一个问题 在咱们设置这个颜色 字体 字号 有一个什么问题 有一个CSS覆盖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咱们在遇到CSS覆盖的问题的时候 该怎么做 FZ 比如说 我要强制把我当前的这个文本 设成16个像素 但是呢 因为我设完的CSS 可能会被别人覆盖 我就不想让它覆盖的话 会怎么做 学过CSS覆盖的朋友都知道 要加一个Important 对不对 我这呢 就加了一个惊叹号 然后一回车 就出来了 我跟您说啊 就这个Important 我就没敲对过 我就没敲对过 我都是通过ID的生成 来让它帮我敲对啊 为什么呢 咱们要讲敲的话 比如我敲 我很容易敲 什么 你看我看 这个书法还出来的 肯定容易敲不对 肯定容易敲不对 对吧 你看Important 一般敲不对嘛 一般都是要只用这个输入法 这个ID的这个自动生成给咱们做 那么咱们如果使用Emit的话 直接一个惊叹号 就能够给咱动态生成 您不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功能吗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这个CSS常用缩裂语的写法 您只要记住它 您写这个CS代码会非常非常的快 不过我今天列出来 仅仅是这个缩裂语的一部分 非常非常少的九牛之一毛 那么该怎么做 有空说我想掌握所有的缩裂语 该怎么做 大家看 我这有一个参考网页 这里面列出它所有的内容 这个叫做cheak sheet 咱们看一下 我的官网 Emit我还没更新 我回头一下我更新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是Emit官网的一个cheak sheet 这里面大家记载了所有的写法 换句话说 您只要看完我的课程 然后到这个网站 就掌握一下 它这些多牛毛的写法的话 大家说不用一下就背下来 一点点掌握一点点的记 您在开发网页过程中 我觉得真的是事半功倍 非常非常的不错 您的效应绝对会倍增 我有这个信心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跟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Emit我大概就会 大概做了12期的视频 今天应该也是最后一期 今后如果再有什么好玩的工具 我也会推荐给大家 希望您能够支持 关注我的小马视频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